今天很高興邀請宥盛來到我們今天的活動現場 但是我要先問一下我們的Chris總經理 好 今天為什麼會邀請宥盛來擔任我們今天的這個嘉賓呢 因為宥盛啊 他是一個非常熱愛咖啡的人 而且他跟澳洲墨爾本佑非常深遠的關聯 那我們覺得他一定就是那個澳洲青山大使的第一選擇 我無庸置疑的對不對 我來問一下宥盛對澳洲這個瞭解嗎 為什麼會說跟澳洲非常的有淵源呢 因為我人生中第一次到國外旅行就是到澳洲 然後也是在十年前 對 十年前打工度假 對 然後呢 我第一次在那裡買人生中第一台車 對 我節目的冒險王旅行旅遊節目的第一集也是在澳洲錄的 然後我第一個國外女朋友 沒有 講太多了 對 反正呢 我跟澳洲就是我非常深的淵源 所以我非常渴望可以跟大家介紹澳洲 然後讓大家都喜歡澳洲 是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澳洲的文化 是 澳洲的女孩子 不是 不要再說了 好 那今天呢 是我們澳洲小拿鐵的新品相式發表會 那要問一下宥盛對澳洲小拿鐵這一款咖啡了解嗎 澳洲小拿鐵 Flat White是 澳洲人幾乎都是很驕傲的 那算是他們的生活飲品吧 每天可能喝兩三杯也是蠻正常的 所以這個是台灣我覺得 如果要認識澳洲第一個一定要認識的東西 好 如果想要認識澳洲的話 就先認識澳洲小拿鐵 因為算是那個澳洲的國民飲料 每個人一天兩三杯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